大家好,我是一扬 骨盆前倾,顾名思义就是骨盆向前倾斜 有些人会因此出现便秘、痛经、腰酸背痛、肚子大、腿粗的情况 这期我们就分享一个靠墙纠正骨盆前倾的动作 这个动作分为站立板和仰卧板 首先来说站立板 后背靠墙站立 脚跟离墙一角的距离 将腰部完全贴在墙上 这个姿势保持一分钟 接下来一条腿屈膝向上抬 大腿尽量向腹部靠近 两手抱住小腿 后背不要离开墙面 保持这个姿势一分钟 把腿放下 然后另一条腿也做同样的动作 抬起的这条腿没有太多的作用 重要的其实是站立的这条腿 可以调整这条腿的恰腰肌 其实应该脚后跟靠墙来做这个动作 但是骨盆前倾的人 很难做到脚脚后跟靠墙来抬起条腿 下面就来介绍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这个动作的仰卧板 首先仰卧在瑜伽垫上 全身放松 两腿去膝 调整姿势将腰部完全贴在地面上 这是动作的起始姿势 然后抬起条腿 两手抱住小腿 另一条腿伸直 注意伸直的腿要向下压 随着呼吸 膝盖放松 呼气膝盖向下压 吸气放松 这样工作一分钟 做完一侧 将腿放下 伸直的腿收回 换一条腿 再重复这个动作 抱住小腿 将另一条腿伸直 膝盖吸气放松 呼气下压 大概也就是在心里莫属12个数 这个动作主要练习的是 巧腰肌力量和喷底肌力量 巧腰肌紧张 就会导致骨盆前倾 骨盆越是前倾 巧腰肌越是紧张 所以在平时 可以多做一些下肢的前倾 或者适当的压腿 对于擦油机的放松 都有一定的帮助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有请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样 咱们下期见